台灣省水流寶子祭司公會於8月24日下午 在台中高鐵台鐵中間的 吉思新烏日會議中心舉辦的 水流寶子祭司高考經驗分享中部長講習會 共有兩堂講座 其中 屏東科技大學李錦玉 黎玉教授 講題為水流寶子祭司高考命題範圍與答題技巧 我喜歡考試 我喜歡跟別人比的高丁進庭 記住哈 什麼意思 你要有自信心啊 你知道我當時6月12號畢業 6月13號開始閉關 畢到8月22號23號出關 232425考了三天 結果第一天就被自己打敗 為什麼 我這麼認真 結果咧 怎麼考這麼差 結果你想不對啊 我都這麼認真的 別人比我認真嗎 我不會別人給自己信心 有報名了沒有去考對不對 可是你今天怎麼想 我這麼用心這樣來準備 結果咧 考得這樣 對自己交代過去嗎 別想 一定是考試出得太難所以我不會 我都不會了別人給不會 這樣懂嗎 記住這一點 要給自己信心 另外水流寶子祭司公會成本康祭司 講題為 水流寶子祭司考題資料匯編 約有50多位學院參與 收穫滿滿 兩位主持人也分享了他們的心得 對 所以我們剛剛要從那一步 可是 因為我們這邊有證照 他們那邊也有某個證照 目前我們證照在那邊還沒罷對 所以 不過你們現在比較好聽 我那時候考古題沒有解答 所以只能蒐集到題目 然後這些看起來 我大概先概念看一遍 我知道大概主題的方向是什麼 那剛剛你也講了 那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我當然就從 因為白天要上班 下個班可能還要一直喝酒 所以我們剩下的 就請前那可能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時間讀書 那我就是過完就一年開始 我說每天 我把所有的要考值 第一 我們把時間切成三大塊 阿伯台中報導